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称 同为东亚地区的大国 日韩之间矛盾由来已久 同为东亚国家 两者隔喊相望 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以后 国力如尽强盛 随即有了对外扩张的想法 日韩打算先占领半岛地区 至1910日本迫使韩国签署条约 日邦正式吞并半岛 一直到了1945年 日邦炸外投降以后 韩国才重新独立 两国之间仇恨日久 此次竞技对峙事件 只是长久来矛盾的表面现象 像这样的事件 以后 肯定还会经常发生 报道称 日韩同为白宫的盟友 双方关系不睦 让白宫伤透了脑筋 作为美军重回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 日韩两军之间没有军事热线 双方缺乏互信 无法共享重要的军事情报 双方也不愿进行双边的军事演习 甚至两军因为领海问题 以及海洋域业资源问题 经常发生对峙事件 作为盟友 白宫曾多次出面调和两国矛盾 希望双方能够建立互信机制 但是目前来看成效不大 此次紧急对峙事件 双方互不相让 将为对方的军队挑衅最先 为此 双方外交部门以及军方先后四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展示证据 细节 力图证明是对方的错误 2019年新年一时 日本又一次公布了对峙相关的资料 包括韩国驱逐舰火控雷达 对志方巡逻机照射细节 韩军雷达的样本信号 事件发生的具体地点 日军持逻辑对韩国军舰进行侦查的航行线路等内投 因为两国之间打不完的口水仗 日本防卫生喊话五角大楼 希望五角大楼能够出面主持公道 调和矛盾 使日韩两军能够建立流畅的沟通渠道 以免两军发生误判 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 避免舰机对志这样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